回到理財大亨的節目現場 接下來我們的來賓是少凱老師 老師你這段節目 要跟我們分享什麼內容 好的 那個今天來到一萬六千一了 我一月三號預告的兩千點 今天兌現了 那兩千點會不會是終點呢 我會另外錄一集節目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答案絕對超乎你的想像 那想看這個大盤的終點 會在哪裡 可以掃描我們的QR Code 我今天會錄 加入我的粉絲團 你就看得到了 好 那我們來看 我的方式都是固定不變的 股票他可能會變 但是方式都是固定不變 那為什麼說我的方式是固定不變 因為好用又簡單 那我們做交易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有一個很簡單 又成功又好用的方法 你當然就是不斷的 去重複運用而已 就是這樣子 好 那如果我只有兩個 一個叫做右側交易模式 一個叫做底部形態選股法 那這兩個不斷的反覆去運用 不是讓大幅價去追 右側交易都是在買測回測支撐的時候 因為風險最小化 收益會最大化 再來怎麼去轉波段 就是短線保護長線的策略運用 好 那我說過了 股價他有漲有跌 我們可以操作的 右側交易的核心理念就是拉回來看支撐 守不守 守住支撐 表示主力還在 主力還在 資金就會往上去推 只做什麼 看下一張圖卡 只做上漲趨勢 下跌趨勢絕對不錯 這個叫左側交易 這個叫橫向震盪 一個浪費錢 一個浪費時間 這個輕鬆愉快賺錢 而且賺得超乎你的想像 好 那不是讓各位去追 把支撐找出來之後 把支撐找出來之後 利用拉回來測試支撐 萬一錯的時候 我們不大虧 對的時候我們會大賺 這個就是右側交易的好處 叫做什麼呢 風險極小化 風險把它最小化 收益最大化 絕對比你追的賺得還多 經過這個大盤 今天穿高之後 其實各位 你們可以安心買股票了 為什麼 我說過了 你今天想知道的話 這個一萬六十終點嗎 不會是 終點可能會嚇你一跳 那記得 今天我會錄一集節目 加入我的粉絲團 你就會看到了 好 那那個就講 有跟我們說 今天周四很關鍵 沒有沒有 昨天 昨天就很關鍵 昨天就已經突破了 今天過高了 是確認我的看法 那終點會在哪裡 會超乎大家的想像 我可以給你們一個暗示 很想知道 你去年失去的 今年到明年 有機會全部賺回來 那等我們賺回來之後 一起去環遊世界 好不好 好 那今天華城創新高 那華城我不是現在講的 那當然這是我們過去跟他講的 那老朋友可以複習 新同學繼續學習 沒關係 那想邊操作邊學習的 我們有新的機會給你加入我的粉絲團 好 那華城市我過去跟各位講過 基本面我就不講了 我說過了 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趨勢的一個交易者 也是一個順勢的交易者 那我為什麼說 我只挑上漲趨勢做 因為這個叫做順勢交易 你要下跌買下跌買 這個叫逆勢 而且這叫左側交易 這叫右側交易 好 那華城我們在二月份 跟各位講的時候 我們看上一張圖卡 上一張圖卡 我說這是一個三角形的整理型態 整理型態之後 他往上突破 這打下來 這個就變支撐 在二月二十四號 應該是二月二十五號當天 我講也是拉回來 不是馬上漲上去 好 我們來看下一張圖卡 各位 我跟你講的位置 在這裡有沒有機會 讓你們買 有沒有 上去還是有機會 他不是馬上衝出去 對不對 所以說做股票 不需要急 他創新高 整理整理整理 那我們來看 支撐都沒有跌破 對不對 包含 我跟你講 完了低點也沒跌破 然後一突破 又怎麼樣 又整理 整理之後 又創了新高 這個叫什麼 趨勢 我昨天有跟你們講 我昨天有教你們 怎麼去判斷趨勢 我說過的很簡單 還有沒有印象 我昨天跟你們說 怎麼去看上漲趨勢 很簡單 你只要高點能突破高點 這個就是趨勢架構不變 拉回來的地點 只要不跌破前面的低點 這個就是什麼 行情還在持續 整個上漲趨勢結構不變 這是最簡單的 做交易 這個你要看得懂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講什麼 講新的機會 新的機會 過去的我們都不講 超過六成 五成的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還會有 這樣子的機會 好 那再來 廣達 這檔我公開跟你講 沒關係 廣達這檔還會漲 為什麼還會漲來我們來看一下K線圖 來 好 我們看一下缺陷圖 再回到我的圖 他今天還會創新高 對不對 好 那今天創新高 我們來看 這 他 這今天是上次漲停之後 隔天開高 走低 對不對 結果怎麼樣 這缺口 他是一個支撐 也是怎麼樣 也是啟動這一段漲勢的一個訊號 那缺口支撐 他有沒有去跌破掉 沒有 那沒有像這種股票的話 其實還可以留意 為什麼 因為他屬於上漲趨勢 了解吧 可以留意 這檔我可以公開跟你們分享 沒關係 因為這是比較大的 股本比較大的 股本比較大的會漲得比較慢 漲得比較慢 但是整個趨勢架 他會屬於還漲型態 他不會今天漲停 明天漲停 後天漲停 比較不會 那會有今天漲停 明天漲停 後天漲停的一定是 大部分都是中小型股 好 那再來這支股票 我覺得這支股票後面有機會大漲 課漲 為什麼這麼說呢 第一個 他的題材 今年雙位數成長 那當然今年的主要的都是在這邊 趨勢都是在方向 AI 綠電 綠電我們看到什麼 看到滑成大漲了 對不對 那像這樣子的股票 他除了我認為接下來 他是有機會複製同樣的模式 重點是什麼 重點我說過一件事情 做交易各位 你們腦袋想大賺對不對 那絕對就大虧 做交易各位要記得 我的交易順勢先找停損 什麼意思呢 我這筆交易萬一做錯了 我會不會大虧 如果會大虧 那我們不做 如果這樣子的支撐不遠的話 我們買了又會大賺 做錯不大虧 做對會大賺 這種交易 這筆交易就值得怎麼樣 值得來參與 不是一定對 但是你對的會大賺 錯了勒 小虧 值不值得 評審就在支撐的位置 對啊 你看打下來支撐沒破 沒破這個就有機會上去 這個我說過了 如果想參與的話 可以幹嘛 可以邊做邊學習 那怎麼邊做邊學習呢 加入我的粉絲團 屏幕右下方有 趕快拿手機起來掃一掃 好 那再來 這支股票也有 那這個是跟屬於比較傳產內需的 受惠疫情解封 疫情解封 那當然這支股票 股性我預估 預估他不會很容易操作 不會很容易操作 不跟大家公開 是為了你好 怕你怎麼樣 一追上去 一撒下來又到了 因為一看就知道 他股性不屬於好操作 但是也是剛好打到支撐區附近 那打到支撐附近的話 理論上我認為只要撤下來 支撐不破的話 他有機會怎麼樣 有機會再上去 最重要是在哪裡 他的手機營收已經創了三年 同期新高 這種股票不多 而且第二季開始怎麼樣 進入旺季 像這樣子的股票 有基本面的題材 又有怎麼樣 價格已經走出趨勢 這種股票 值不值得留意 還是值得 還是值得 好 這一支跟伺服器相關的 這個都是今年的主流產業 伺服器的一個散熱的頂尖供應 那手機也跟去年怎麼樣 也比去年還好 那這個拉回來支撐在這個位置 支撐在這個位置 整理完之後 再往上漲的機率是比較大的 這些標的都值得去留意 簡單的說 要賺錢 一定要跟著趨勢走 跟著趨勢走 賺錢就一定有 如果想跟著我 不是 想一起邊做邊學習的 什麼QR Code 加入我們的粉絲團 再來 第二個就是底部形態 底部形態 我說的底部形態 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頸線一定不能跌破 有沒有突破又跌破了 有 也不少 這個要大家留意 第一個重點把它記起來 這四種都是常見的 那第二點呢 第二點就是說 好 底部形態怎麼做 你可以追就這一根可以 這一根第一根可以 破了你走你不會大虧 你虧就虧一根 K線 做錯交易一根 K線 你就要出場了 不要放了十天一個禮拜 好多根越虧越多 我瞭解吧 就是說 可以追就是怎麼樣 突破那裡 不然就怎麼樣 不然就等回撤 那這四種是市場常見的 不是只有這四種 還有原型底 很多很多 那這四種是比較常見的 好 那我們過去舉過 誰來做例子呢 滑虎是不是底部形態 這僅限在這個位置 這是一個很大的WD 各位同學看過來 我二月份跟你們講的時候 四十七塊多 今天又漲停板 創新高了 好 創新高 今天已經漲超過一倍 一百四十五八 從四十七塊漲到一百一十六塊 我今天我跟卉山老師 一起坐車來 我們路上再討論一個問題 像法務這樣子漲 大家買不下去 對不對 都不敢買 那最後主力要出給誰 我跟你講 很多人看他漲不上去 不順也會放空 對不對 漲這麼多會跌 空下去 我跟你講 最後就是出給那些放空的 真的 對 為什麼 因為空單 他最後要強制回譜 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要告訴各位什麼 你只要看到大漲 特漲的股票 你千萬不要怎麼樣 不要小心眼 看人家長很討厭 你長那麼多很討厭 你一定會下來 你去放空 熟悉 小心就被嘎了 對 我前兩天是不是送大家一句名言 我的座右銘 薪水四轉 順勢而為 你是順著趨勢之作 不是逆著 你看他長那麼多去空 這個不對 瞭解吧 要這個心態 方法 方法觀念 調整過來 我告訴你 你不賺錢都很難 你不賺錢絕對是你的問題 不要說我在念你 真的市場沒有錯 市場永遠是對的 做一個交易者要有這種觀念 懂吧 好 那我們過去跟各位講過的 真的太多的底部形態 重點是現在還有沒有 這個比較重要 這個比較重要 這個也有 現在也有 這個怎麼樣 第二次營收會有這個 兩位數成長 那再來 我們來看底部形態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左肩底部右肩 這一條叫頸線 那我說過了 可以追只有突破的時候才能追 對不對 沒有突破就等拉回 對不對 那現在也拉回來回測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告訴各位 這有多少空間 我打個比方 為什麼找底部形態 這條頂線沒有跌破 這裡多少 最少的側幅 最基本的上面就一比一 這是最基本的 不是一定的 瞭解我的意思嗎 最基本的就會有怎麼樣 就會有這樣子的幅度 那像這樣子的股票 值不值得大家來參與 我認為蠻值得的 因為有空間 風險又有限 那想邊做邊學習的 加入我們的粉絲團 好 那跟著趨勢走 賺錢一定有 因為時間不夠了 最後留一點時間 講大盤 好 你看大盤怎麼看的 老師 大盤 我認為是這樣子 周三的低點 昨天的低點不破 他就會繼續漲 那下方的話 我們先用五日線來看就好 你要不要管會不會拉回 這個趨勢不會這麼快結束 好不好 那拉回可不可以買 拉回可以買 你不要去追 拉回來做一個佈局 那你要鎖定誰 主流族群 好 比如說主流在哪裡呢 車用 AI 綠能 半導體 船展的部分 觀光 生技 都是大家可以去留意的方向 好 謝謝老師 不過觀光長滿多的 投資朋友也稍微留意一下風險 好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老師 帶來精采的內容 明天下午2點30分 再請你準時的收看理財大亨 我們再會囉